那因为昨天有几个题目就是 昨天谈到民众党的延案 那很多人就觉得说我用的是中国的字眼 但是呢 执政党民进党不要忘记了 现在是民进党全面全面的在追杀民众党 那一个特主持的精华案 我觉得这个已经是到了 无手不用其极的一个追杀了 一开始就是抹黑后来就又甚至还有连续抹黄 那我觉得我每个礼拜都给那个镜周刊出一大堆的连续剧的新闻 但是你有没有去想想看 你们台南的这个陈其韵 居然那个让他跑掉了 那拘捕不到或者是你根本就联络不到他 我觉得民进党其实要去思考一下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那所以全面的追杀民众党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昨天在提到说 那我们民众党在被民进党追杀之下 那到底是我们会 我们的延案到底在哪里 所以昨天提了就是说 新竹市 一定要有我们的根据地 所以新竹也许是我们的民众党的延案 但是另外呢我今天来到了嘉义市 我觉得嘉义市也有可能 所以就是我们应该要民众党要有一到两个 或甚至几个这种小的那个县辖市 这样子的一个行政单位 我觉得都是我们民众党的党员应该要去努力的 那因为我们是一个小党 所以2026的这个选举人要及早和部署 那看起来新竹市 那甚至我们今天来到嘉义市 那甚至我觉得中部也许可以再评估看看 这个都可作为我们民众党的一个延案的根据地 柯文哲日前遭到14分元取美凤指控信骚 引发热议 民众党新竹县党部前执行长林冠年更指控 陈志涵曾经被柯文哲当众品头论足 但是相关的内容是遭到陈志涵驳斥 前立委郭正亮曾经指出 民众党争议连环报 不断发生了前党员跳出来放话的状况 直言这个庙已经很小了 但是腰风一大堆 对此民众党前立委蔡碧如表示 社会弥漫着民众党就是庙小腰风多 她也建议把民众党变成一个更加接地气的政党 蔡碧如也点出 2026年对民众党是一个挑战 她建议现在也许是选择内造政党路线的好时机 让立法院的立委真正能够成为权力中心 让党中央成为帮助的角色 这不只是对民众党有好处 也是对台湾民主政治的一大突破 而柯文哲在北准提示的时候 剔了一个大光头 前立委蔡碧如就提到 柯文哲以前有开玩笑的跟爸爸说要出家 爸爸还要盖庙给他 蔡碧如认为柯文哲是在积压的过程之中 心境做了全盘的调整 而柯文哲心里素质强 认为他李光头这件事情 纯粹是头发长长了 倒是对于媒体人取美风的爆料 说被柯文哲性骚扰 蔡碧如认为这个时间点 讲这件事情很奇特 我觉得他应该是头发长长了 那就是想要整理一个头发 那可能有人建议他 他就觉得说感觉李光头也是一个好整理 就以前好像他常常会说 他有什么跟他父亲说提过什么 他要去出家 他爸爸说要什么盖一间庙给他这种事情 所以那天林何报问我 我跟他说那他是想要出家吗 我觉得可能没有 我觉得在积压的过程当中 他的心境应该会有做一个全盘的调整 那我个人认为柯主席的 他的心理素质非常的强 所以我想李光头这件事情 可能没有其他的一些想法 就是纯粹好整理 取美风的爆料 我觉得可能他形容的有点暧昧 太过分了吧 柯主席是一个医师 我也是一个护理人员 有时候我又看到你皮肤这么好 我就会哇塞 皮肤这么好这样子 所以我们的想法 应该他就是以一个医疗 一个医疗行为去看这件事 我觉得那是每个人的感受问题 我觉得我们也不去反驳 那个曲小姐的说法 只是在这个时间点出来讲 这件事情确实也很奇特 民众党在今年可以说是面临 创党以来的最大危机 政治现金账目不清 党主席涉入弊案被收押 许多支持者或者是幕僚 不只离开了民众党 甚至谈起民众党的事情 都是恶言相向 时事评论员罗旺哲就认为 这个是因为民众党的核心决策圈 不断排挤人才 才让这些小草们感到真心换绝情 由爱生恨 再加上柯文哲的亲信黄珊珊 凡事都只为了自身利益着想 不重视政党的长远发展 让很多人感到不满 才会造成今天业力引爆的局面 现在看起来很多民众党的 过去的这些党公职或支持者 其实后来离开民众党都是 感觉都蛮恶言相向 我永远去话形容 这个就是说当时你抛下我 但是你没有给我安家废 对这些小草们来说 民众党是他们爱得出体验 他们当初的政治初恋就是民众党 可是有时候会真心换绝情 当时爱民众党爱得死去活来 但后来发现原来真的党中 要爱的人不是这些人 当然心中会有恨嘛 为什么民众党会走到这一步 其实我也觉得蛮感慨 照理说民众党应该是在 蓝绿之外能够广纳人才 可是现在变成民众党在排挤人才 排挤之前的这些支持者 把他通通赶走的感觉 民众党正在凋零当中 尤其在柯文哲被抓进去之后 整个民众党有点风雨飘摇 那再来黄珊珊业力引爆 你当时就是毁了整个 在野党有机会重返执政的空间 就是你黄珊珊 结果你后来这一年下来 每次在野的党团要合作 要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黄珊珊都摆一副那个脸 给大家看 就是那个脸 大家看就是那个脸 他扑克牌脸从来没有变过 如果他今天是民众党的区域立委 你有自己意见 你代表你的选区民众发声 那没话讲 可是你今天是民众党的不分区 你就要尊重整个党团的想法 那如果整个党团想法 都希望说大家能够在野合作的话 那你黄珊珊在哪你有什么 这个就很不明其妙 你今天只是不分区立委 而且你还不是党团三长 你除了选上议员之外 你有选上立委吗 没有 你有选上台北市长吗 你也没有 你代表是谁的名义 你能够今天能够当立委 是因为民众党的支持 支持民众党 不是支持你黄珊珊 我相信民众党真的这样想 所以为什么会黄珊珊 现在高居民众党立委之后 其实很多党内是有杂音的 我希望能够说下架民进党 结果你搞了老半天 你再为你自己着想 那大家觉得公平吗 你看那你不是等于 让其他民众党立委当初八戒了吗 结尾们总烦恼脸上细纹 干燥与暗沉 现在起跟我一起放心交给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不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国富路全校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靈密码 今时的写真是整理的 一旦断的经验 写着 这次是写真是 写真的 写真是 前几天 写真是